鍾建華博士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欄杆》拍片中 這星期跟大家說說曼徹斯特中領事打人事件的啟示 如果說到中國近代史最令人清述的示威請願活動 應該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 當時北京大學的一群年輕知識分子 因為不滿當時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的妥協和讓步 結果組織了中國歷史上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抗議活動 五四運動引起的政治效果 除了是迫令北洋政府檢視當時的決定之外 也觸發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禮教秩序的傳盤反省 見人出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 由此可見示威活動不但不是洪水猛獸 甚至是友好正面的社會改革效果 很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家和文化工作者 都是那場運動的參與者 或起碼是受到那場運動的啟發 今日他們很多都被中共捧上神台 被吹捧為打破傳統封建極權 開啟中國現代文明的先行者 有部分後來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 在生的時候就被中共利用作為政治宣傳 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 新故之後直到今天 更被中共利用作為自我貼金 政治符號和文化圖騰 中共這個政權 有經常標榜自己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者 他們也承認中共得以成立發展 也得益於五四運動 當然他們現在就不會指出五四運動 也有十分暴力的一面 發生了火燒趙家樓事件 有官員被嚴重嘔傷 以中共今天坐江山之後的標準來說 那些行為就是典型的顛覆國家政權 和不能容忍的極端暴力罪行 正因為這些歷史 北京知道示威請願活動 就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療願 當初要搞革命 要與國民黨政府鬥爭的時候 就不斷搞示威 甚至搞暴動 挑動基層民眾反抗官僚集團和政權 以人民作為他們爭逐權勢的政治武器 但到建立政權之後坐了江山 他們就反過來變成管治集團 希望千秋萬代 而他們自己清楚知道 這種野心會令他們成為被挑戰的對象 因此 建政初年 中共就不斷利用群眾運動 鼓動群眾運動去破壞公民社會 去打擊所有政權以外的利益階層 消滅中介的公民社會 利用民眾的愚昧和革命激情 虛揚成一種對政權或領袖盲目的神權崇拜 也打破了人論道德的底線 令人人都成為暴力的參與者和重返 在推動經濟改革和門戶開放政策之後 中國社會重新興起各種不同類型的公民組織 也難以避免會形成各種新興的利益階層 中共就要用盡一切的手段去打壓這些示威請願 憲法上雖然保障了人民的表達和言論自由 但幾十年來在實際的執行上 中共從來都沒有尊重過人民的表達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對於基層組織對於民間自發的各種運動 就更是怕得要死 8964事件之後 中共對於民間自發的各種組織和活動 就更是絕不容忍 近年隨著中國經濟逐步改善 中國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了國際社會 但又害怕現代政治的民主、法治和多元包容精神 會影響其在國內的權威 就唯有不斷挑動極端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 否定一切西方價值 要將香港、澳門、台灣這些域外的地區同質化 更把對外野蠻和流氓政權為有 戰狼外交等等的倒退反文明行為 宣傳為民族獨立自主 又盲目地宣傳反對西方文明價值 甚至將不過揚哲不學英文當成文化復興 不時更加藉絲環雲 將法端節五四運動的民主和憲政訴求扭曲 變成盲目的反西方 更將這種盲目宣傳為民族自強 從而麻醉人民 在控制資訊和不斷進行洗腦式宣傳及教育的情況下 結果就養成了既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 對政治打壓深有餘悔 同時又滅於世情的小粉紅新世代 令人民至今成為政權的武器 所以10月16日發生在曼徹斯特 中國總領事館門外的使館人員 偶打示威者事件並不是偶然 最近這十幾年 中國在海外的領事機構 除了執行一般性被國際社會 應許的領事職權之外 也都已經成為統戰僑民 監察海外華人組織和團體 組織中國留學生 從而進行反西方價值的橋頭堡 多年來 在中國領事機構的金錢資助 威嚇 利誘和統戰宣傳工作下 很多海外僑民和留學生 都成為中共政權的爛頭卒 他們以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之名 去衝擊其他人的反共示威活動 就連學術活動和廣告台學生 在海外搞的學生活動都不放過 他們不尊重其他人的示威 請願和表達權利 咦 自己也有言論自由 你們不是說民主嗎 這些說法 去衝擊其他人的言論表達和政治訴求 追求的效果就是要以子之茅攻子之盾 破壞西方社會一向尊重的民主 表達 言論自由和包容 這個曼徹斯特總領事館那班所謂領事人員吃水滋味 要求警察將領事館門外的示威物品移除不和 就不惜赤膊上陣 親自出來破壞門外的標語 在英國的土壤上搶奪示威者的物品 派出武裝人員在市館門外暴力攻擊示威者 甚至將示威人士拉入領事館內嘔打 那位總領事在市後接受媒體訪問時 還說他扯示威者的頭髮是他的職責 中共現在將國內鎮壓示威活動的手段 延伸至英國的領土上 西方世界對中共野蠻的行為已經容忍得太久了 對其代理人的不恰當言行也已經包容得太深 鼓勵了中共政權不斷挑戰民主和文明的底線 如果由鼓動僑民反西方 組織學生衝擊正常社會的民主生活 都可以肆無忌憚 今天的領事人員赤膊上陣親自教訓示威者 對他們來說就十分順理成章了 說不然有一天 如果西方政府不依從他們的意願 去打壓反對中共的聲音 他們就如2019年 在香港元朗站搞的721白衣人襲擊事件一樣 搞出一宗動員幫會勢力 教訓示威者的行動 那還會是超越想像的出奇之事嗎? 對中共政權的綏靖主義 只會鼓勵進一步的野蠻 西方的社會是時候吸取這個教訓了